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逆风翻盘的进阶女演员。 杨子,无疑是今年夏天最受关注的女演员。 从暑期当电视剧榜单第一的亲爱的、热爱的、到最近热播的我的莫格力男孩,到备受热议的综艺中餐厅。 流量与口碑齐飞,她算是坐稳了90后四小花旦的第一把交椅。 从14年前家有儿女里的国民闺女到如金晶燕盈平的望夫锦里,她已是从影多年的老演员。 私下同兴出道的标签,在这个90后女演员身上,有着令人不容小觑的实力演技与独到眼光。 出名要趁早被质疑的青春期,都说出名要趁早。 在很多人眼中,杨子是幸运的。 2005年《家有儿女》播出《火遍全国》,在剧中饰演下雪的杨子, 刚刚12岁的年纪,就将一个聪明伶俐的优等生角色演绎的恰到好处。 这部电视剧陪伴了很多人的童年,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 剧中杨子所饰演的小雪,也成为陪伴观众共同成长不可或缺的角色。 《家有儿女》让杨子年少成名。 然而随之而来更多的,是观众严苛的解释。 对于很多童星出道的演员,观众放大镜下艰难的蜕变期, 是他们需要跨越的最大瓶颈。 当杨子想在演绎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的时候, 更多的声音是劝退。 作为前辈的宋丹丹老师就说过,杨子不适合做演员。 原因是,不够漂亮。 在家人朋友的劝说下, 这个从小有个演员梦的女孩子仍然选择了坚持下去, 即使是死磕。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杨子的工作和生活都面临问题。 事业处于低谷,没人找他演戏,也没人愿意签下他。 在杨子心里,一边觉得自己被圈子抛弃了, 一边又坚信自己一定还会在拍戏,告诉所有人,自己有这个实力。 2010年,杨子在没人看好的情况下,考入北京电影学院。 求学的那几年,没什么拍戏的机会, 他就一次次跑组,一次次见导演去争取机会, 即使只饰演一些小角色。 在没有特别合适的角色的情况下, 他尽力做出最优的选择。 从北颖毕业后,杨子就进组拍摄了长达79集的传奇年代剧《大央歌》, 在剧组一代就是整整一年。 我是看着你的戏长大的, 这句话逐渐从肯定变成让他无所适从的枷锁。 这是属于他成长的AB面。 A面光鲜,年少成名就得到了国民脸熟的热度, B面孤独,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情势下, 执拗地跟自己较劲。 他才不是没有故事的女同学, 越努力越幸运。 杨子在《拜托了冰箱》里形容自己是一个榴莲, 需要拨开去真正的品尝味道。 再次被观众拨开外壳, 看到不一样的自己, 是在战长沙。 那几年他卯足了进跑剧组争取机会, 只要有戏就会去拍。 他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儿, 不是所谓的大美女, 那就多努力多去拼一拼。 我的优势就是在于, 我要去好好演戏, 演好角色, 当我这个角色播出来的时候让别人注意到, 他们会觉得这个女孩演得好, 我下个戏用她。 事实证明, 她想得没错。 其实战长沙原本定的女主角并不是杨子, 只是当时女主角临时工作安排冲突, 才选到了她。 这部最初因为男女主十几岁年龄差, 让很多人觉得难以入戏的电视剧, 最终通过演员的演技说服了观众。 豆瓣9.2分的高分, 是杨子在露头脚打出翻身杖最好的证明。 对于选择角色, 她有着自己的想法。 从欢乐颂理草点颇多的邱莹莹, 到青云志中被书粉 This不符合原著设定的陆雪奇。 面对争议, 很多演员会选择不去回应。 而杨子面对这个问题时, 却诚恳回答, 那是她当时能做的最好的选择。 如果不接拍, 这种类型的戏, 就会被市场忽略。 只有更多曝光, 才能让自己有主动权。 她甚至在采访中自我调侃, 如果当时我没有演青云志, 今天你就不会采访我了, 因为我早就消失了。 在演这个戏之前, 我根本没有戏拍, 没有戏拍和谈实现自己的梦想。 她意识到, 年轻小还是流量, 可能是粉丝多。 但某种程度上来说, 周迅, 巩力, 张子怡老师也是流量。 而这就是她现阶段尝试不同角色, 尽力在流量市场中站稳脚跟努力的方向。 因为相比于被看好, 一步步戏积累下来的演技和口碑, 一步步慢慢靠近更好作品和角色的能力, 远比被看好更让她受益。 记忆中那个品学兼优的小雪, 经历过少年时的起落沉浮, 早已不是那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 她的经历, 相比于许多同龄花旦, 多了些魔力, 却越发踏实。 后偶像剧女王用演技赢得口碑。 这几年, 颜值甜度爆表的偶像剧 占据了电视剧的半壁江山。 杨子的众多代表作也在其中, 一军突起, 也令人眼前一亮。 杨子哭戏一次次登上热搜并不是偶然。 她和任加伦主演的《天机之白蛇传说》 虽然遭遇下架后重新上架, 但她却凭花絮中无实物的枯息被推上热搜。 最考验演员功利的绿幕戏, 只能凭演员想象演出内心的挣扎。 她说自己在现场像个神经病。 不同角色的枯息, 会呈现不同层次, 全剧的情绪爆发点, 没有大喊大叫, 眉毛的细微动作一气呵成。 据说, 这是她哭得最多的一部戏, 眼睛基本每天都肿着。 但这份哭戏的震撼效果, 在之后大火的香蜜沉沉浸如霜里, 得到了彻底爆发。 杨子也终于迎来了属于她的柳暗花明。 演技成为杨子身上崭新而亮眼的标签。 正如杨子在《亲爱的、热爱的》中的演技就可圈可点。 对于演戏, 杨子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童年这个角色演不好很容易变成傻白甜。 所以, 她会故意把台词说得很慢, 包括动作方面都会一遍遍地琢磨设计, 让自己融入角色, 感受很细微的情绪, 再把这种比较内化的感觉, 生动完整地呈现出来, 饱满且不乏张力。 最后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聪明灵力, 灵气十足的童年, 成功地将这部剧带火。 而她谈到所演绎的两部古装剧《白蛇》与香蜜之间的不同, 则表示香蜜中角色的转折与成长, 每一部都写到了她的心坎里。 相比演白蛇时的她, 心境与演技都更加成熟。 白蛇是美场戏导演, 告诉我必须哭, 我才会哭, 但香蜜是我不由自主, 剧本没有写, 但情绪到了, 就会控制不住自己要去哭。 对于合作的演员, 她也会从剧本方面考虑, 给对方一些实用的建议, 争取做到双赢。 这也就是迎平望夫锦里的用心之处。 说她是后偶像剧女王也并不为过。 而在今年上映的电影《沉默的证人》中, 她则演绎一位法医, 首次挑战打戏。 当中有一场戏是任贤奇直接把杨子扔到墙上, 整个砸下来, 十分让人心疼。 连任贤奇忍不住夸, 她投入角色后很忘我, 是一个难得的对手, 能打而且很聪明。 这样的一面, 真的有被经验到。 为一部戏爆瘦衣十八斤, 拼命和自己较劲, 把为角色改变自己视作理所当然, 这是她对于演员的定义。 对杨子来说, 演戏没有什么固定的公式或是捷径, 只有全身心投入, 由内而外的真实表达。 逆风翻盘的进阶女演员成长中的高情商女孩。 在最近热播的中餐厅中, 很多人被小太阳般的小猴子吸粉。 作为勤劳可爱的前台小妹, 杨子开朗直率, 从化解职场危机到调节团队气氛, 随处可见杨子的高情商。 这一季中餐厅中, 黄晓明凭借自己霸道总裁作风与语录, 开创了名学小课堂, 备受热议。 因为年龄资历的缘故, 在节目里里敢直接对上黄晓明的只有秦海禄, 但这并不妨碍其他人暗戳戳的调侃。 把所有看得见得硝烟和尴尬扼杀在萌芽中的同时, 还能引得观众捧腹大笑, 这就不得不佩服杨子的情商与胆量。 在黄晓明强势安排林大厨工作时, 以大波霸道总裁语录新鲜出炉。 杨子看不过眼, 又不好直接反驳, 就笑着鼓掌总结。 好精彩啊, 好像在看电视剧一样, 这个台词好棒。 一下子缓和了气氛, 起到了提醒的作用, 又恰到好处地缓解了尴尬。 在节目后的一次采访中, 杨子被问到黄晓明 真的在节目中是那样的吗? 杨子的回答, 技巧高超, 理智又逗趣。 小明哥很关爱我们, 但同时也是会给我们很多的要求,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 看得出来大家压力都很大。 吃饭开例会时, 杨子因为一块红烧肉被黄晓明对, 应变能力也让人赞叹。 背对的他完全不揭察, 理直气壮地回了一句我吗? 接着就顺其自然地说了自己的观点。 态度礼貌却险些把人也死, 看得人直呼高招, 四两拨千金。 在很多采访中, 杨子经常被问到关于锦里体制, 最望男主的问题。 他就表示, 说我把谁带红了, 我觉得这对他们都很不公平, 这相当于磨灭了他们的努力。 这样的杨子显得格外成熟, 高情商也成为他演艺事业更加顺畅的助力。 过去, 他还介意总被别人叫小雪, 现在却没那么急于撕掉曾经的标签。 不再在意, 是因为早已超越了过去的自己。 逆风翻盘, 对这个90后女孩来说并不容易, 不需要太多眷顾, 高情商的他一直在向更好的方向成长。 作为进阶中的女演员, 他值得更多期待。 说起杨子这几年的际遇, 很多女孩会很容易带入自己的故事, 平凡而没有太多机遇。 而他则在不断尝试中寻找到自己的安全感, 在有限的选项内做出了最佳的选择。 或许再坚持一下, 就会碰上属于自己的逆风时刻呢? 穷穷白兔, 日常化牢, 偶尔严肃。 法律民工三分热, 奶茶少女五分堂。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